V2 這個是我們圓鋼區推出來的 圓鋼高華值易路盒 就是可以把你HDMI的高華值 你這樣全部給很容易的按下去就可以把它錄起來了 這麼直覺 就這樣子錄 按下去 好就停時錄影 所以是HDMI IN IN 然後HDMI OUT 對然後我覺得 OUT的卡 錄到你的PP上或是Moly的上面這樣子 OK 那所以它可以錄什麼呢 比如說像PS3的遊戲畫面 我在玩的時候呢 它就可以錄起來了 那還有就是說我的PC畫面呢 假設我今天HDMI從顯卡出來 我可以把PC畫面完整的錄起來 喔 讚 那它有沒有解析度的限制 沒有 它現在目前最高可以到1920x1080 1080 可以到P OK 到P OK 那像它送出來的不是有加密嗎 看東西啊 有些如果是加密的話 我們只能顯示但是沒有辦法 所以就錄影了 OK 就是如果說它播放比如說藍光片 那可能就沒辦法 對對對 像遊戲畫面這些就沒有問題 對 OK 這很棒啊 以前都要一個插一個卡 我也要插一個卡 我也要插一個卡 所以這個是可以攜帶的 它甚至是說 我今天切換到 它有一個PC模式跟SD卡模式 OK 那在SD卡模式的話 我是不用連接PC的 就直接錄在SD卡上面 單機就可以作業了 不用軟體的 對 那它錄下來的檔案格式是怎麼樣 它有兩種 一個是TS檔 一個是MP4檔 OK 對 而且它還有一個特色是說 它還可以這個 這個 Audio In Audio In的話 就是說我今天有個麥克風 是 我今天在補充 還可以做一些解釋 解釋 解釋坦白 可以帥喔 那這個純粹是 那這一個呢 就是HDMI In 兩個是 然後那個AV In 這樣子 對 那是另外一組 就是RCA的端子進來 對 還有色差 色差 配線 喔 那這個預計要賣多少錢 這個在台灣的話是5200 欸 那不貴啊 不會 因為現在一般外面賣的HDMI 印跟錄影的 對 都要好貴喔 對 10900 那 這個可以攜帶的外器式呢 所以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 它本身有內建電源嗎 它本身沒有內建 它是吃USB OK 所以有一個行動電源就可以 對 一個行動電源就可以去拉機動錄影 這樣子 那這什麼時候也上市 這個已經在上市 在台灣 已經在上市了 喔 這很棒欸 對 所以很方便 一切都要靠卡 對 那就是一台PC 是 所以它應用面就很好 它不只說錄遊戲機啦 甚至像有些客人已經要去專門錄 iPhone iPhone iPad的畫面 熟悉畫面 還有錄 衛星電視的畫面 對 都可以 甚至一個 都不可 因為有些裝置它這樣印跟號出去之後 會有時間差 會有時間差 我們這是沒有的 所以說達天真會影響 因為最擔心是達天真會 對 差個半秒 就 差很多了 對 所以有一些專業的電競選手 對 像我們這邊有贊助 就是一個 玩那個格鬥 格鬥遊戲的冠軍 所以說 Gambee他就是用這一塊去做他一個 比賽過程的一個畫面 是 會影響到他的這種 在格鬥時的流暢度 了解 太棒了喔 好 謝謝你 現在已經開始賣了齁 對 現在開始賣了 好 謝謝你 謝謝